《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中最经典的小说 自问世以来 民间广为流传 明代刊本有六种 清代刊本 超本近七种 可见其受喜爱程度 清朝晚期 不少洋人 西方列强开始来到我国生活 或者侵略 作为我国的古典文学 《西游记》也在这一时期被流传到欧美国家 虽然小说讲述的是唐朝贞观年间 唐僧取经的故事 但是在作者吴承恩的加工下 更是深切描述了明代社会的生活现状 如果说《西游记》是一部神话体玄幻小说 倒不如说它是吴承恩用来批判当下社会不满的笔记 因为其生动和出色的文笔 才让《西游记》成为了流传至今的一本著作 1570年已经辞官回乡的吴承恩 十年已近70岁高龄 但他仍致力于文学 开始创作《西游记》万里元年 经过三年的努力 终于完成这本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 他将每个人物都刻画得十分鲜明 而关于他们所用到的法宝也别有用心 唐僧的法宝是如来佛祖命观音菩萨 前去洞土寻人找来的五件宝贝 分别是锦蓝袈裟 九环西杖 金 锦 锦三个姑 其中锦蓝袈裟是他身份的象征 金 锦 锦三个姑是用来约束孙悟空的 因为佛祖知道这坡猴难难管教 最初肯定是不会好好听从唐僧的话的 于是就给了他这三个法宝 而九环西杖才是唐僧时常拿在手里的法宝 在《西游记》原著中 就曾有一回是如来赠予唐僧几样宝贝的记载 上面写道 穿我的袈裟免夺轮回 持我的西杖不遭毒害 虽然唐僧看起来手无腹肌之力 又经常被妖怪抓去 但为何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正是这禅杖保了他一命 在看孙悟空 我们都知道孙悟空的法宝 是早在跟随唐僧去西天取经之前就拿到手了的 那就是如意金箍棒 根据记载 金箍棒原本是太上老君的神器 重达一万三千五百斤 是根据人一昼夜呼吸一万三千五百锡而得来的 大约有两杖来长 豆来粗 两头有两个金色薯片包裹 中间是一节乌铁 后来大雨为了治水 将其借走 后插入海底 所以又叫天河定底神针铁 在西游记第三回中 未得到一个兵器 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 看了许多神兵力气都不满意 最后龙王说道 我们这海藏中 那一块天河底的神针铁 这几日霞光艳艳 锐气腾腾 敢末世该出现 遇此圣也 原本龙王只是想要糊弄一下 这个孙猴子孙悟空的法器 叫如意金箍棒 六尔弥猴的法器叫啥 说出来你别怀疑 结果孙悟空果然信以为真 后来龙王将其引到金箍棒所在的地方 果真见一根放光的铁柱 孙悟空看了看 上前用手摸了下 说 特粗特长些 再短细些方可用 他这句话只是感叹而已 虽然看起来的确是个宝贝 但这么大 他也心知带不走 谁知道 当他说完后 那金箍棒立马缩短了几尺 两人大为惊奇 孙悟空又说道 再细些更好 那金箍棒果真又细了几分 直到最后如意跟棍子大笑 孙悟空抽出来一看 当即欣喜若狂 又见上面写着如意金箍棒几个字 一边走一边念叨 想必这宝贝如人意 就这样 东海龙宫的定海至宝 被一个泼猴给拿走了 龙王气急败坏 毕竟是他想要戏耍孙悟空的 想要阻止也来不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箍棒就这么送人了 既然金箍棒在孙悟空手中 那么后来真假美猴王使 六尔弥猴拿的又是什么呢 在西游记第58回中 吴承恩其实已经给出了解释 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叫真猴实受杀门教 假妖虚称佛子情 这个是如意金箍棒 那个是随心铁杆兵 阁架遮拦无胜败 称池底笛没输赢 意思是说 孙悟空拿的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如意金箍棒 而假猴子拿的却是个随心铁杆兵 不过是个普通兵器 中看不中用 并没有威名 而猪八戒的武器同样也不简单 世人只知他叫九尺钉耙 却不知他全名叫上宝钦金罢 同样也是太上老君所著 重达5048斤 与孙悟空明目张胆的强不同 猪八戒的法器可是玉帝亲自赏赐的 威力自然不小 沙僧算是师徒四人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了 但他的法器才是真正的宝物 名叫降妖宝杖 是鲁班亲自打造而成 在沙僧还是卷连大将时 玉帝亲自赏赐 后来即使是被贬到刘沙河 这个宝杖也被他随身携带 可见其重要性 而且 相比起来 降妖宝杖在取经路上立功的机会 远大于猪八戒的九尺钉耙 关注我 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